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像你这个戒指就是合成的 对 那合成的东西它会褪色 它会变直 是 对不对 天然的不会 宝石嘛 一颗很久远 对不对 有流传 有流传 所以第一就是要买天然的 对 那第二要买适合的 适合的部分 看每一个人的需求 是 所以你有时候去那个珠宝店 你就不知道怎么选 哇 琳琅满目对 其实应该就是先做一点功课 做一点功课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那如果说像我们买这些饰品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说 这个流荡品会不会有一些 所谓后续的纠纷的问题 对 所以说买东西很重要喔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那些 不明的场所 比如说 网路买 网路买 对 有可能买到账物喔 蛤 好可怕喔 是要小心 新老板我今天是由备而来 我看这一颗看很久了 你们的同仁说它才0.8克拉 不到1克拉 人家通常说1克拉会比较保值 为什么你们会推荐我这个0.8克拉 它的特别在哪 就是1克拉的话 现在它买大概三十几万 连台要四十万 好贵 对 这个虽然不到1克拉 但是它不用十万 差距很大 像这个是不是很罕见啊 粉红宝石 它是粉红钢玉 钢玉有两种 一种就是蓝宝石 一种就是红宝石 大部分的都称为蓝宝石 只要不是红宝石 其他都是蓝宝石 原来如此 所以不是说它是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宝石 是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我说粉红钢玉 其实它就是蓝宝石的一种 它就不是红宝石的一种 是是是 OK好 虽然我很心动 但是有没有更划算一点点的呢 你要的我们都有 真的吗 你只要有时间 我就把最美的献给你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划算的 是 哇 都是小钻石 这个非常适合小资组 来来来 秀一下 哇 糟糕了我今天是还出外景了 怎么变成来动物了 是 你等一下是不是准备去 那个卡卡卡圈要拿出来一下 糟糕了糟糕了糟糕了 糟糕了糟糕了 这也很漂亮耶 这不是一般就是 我们上班小资组会去想到 要挑的类型 对 但上去以后很好看 对 真的 而且现在很多小资组 都买一些什么 什么零零碎碎的 零零碎碎 对 买了一大堆 最后丢也不是 不知道卖给谁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理财观念 就是 你一定要找一个 保值的 愿意给你回收的人 我懂你的 对不对 应该是说老板 我给你买十万 那我之后回收 我用三年以后 你多少钱给我买回去 可以这样谈的吗 不然你来当铺干嘛 我不知道耶 当铺可以 珠宝店不行 这很棒耶 你在珠宝店你讲这个话 人家以为你来踢馆 找茬的 对不对 说到踢馆 我今天的确是 卡蒂尔 卡蒂尔 这支表 这支表大概是 你的两倍的年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特别去日本的 那种中古拍卖行 上面还有这个 原主人的名字 有些人可能会很在意 可是因为我很想要 这个原厂的表带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就还是把它买下来了 请老板帮我看看 我有没有买贵 不是 不是买贵 你会不会买到假货 那你还是仔细帮我看一下 因为 这我等于要说 这假货 我会有点难过 嗯 OK 我会哭喔 嗯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他是简 我差点要哭得出去了 这支表大概有50年了 真的喔 就有50年了 哇 幸好 品相是好的 哦 品相是好 太好了 太好了没有买贵 而且还蛮适合你 是 谢谢 谢谢秦老板 哇 今天秦老板带我们看了这么多 真的是超级高CP值的精品耶 小资族都可以买得起 秦老板我记得啊 对你们来说 流荡品这三个字 是代表说 流荡品最重要的是 货真价实 那首先第一 货真就是东西一定是真的 对 价实呢 这就有学问了 就是说这个价格 刚好就回到原点 也就是说 它刚好就在那个 所谓的上游厂商的那个价位左右 哦 是这样子 是 所以大家如果呢 想要买就是 超级的 划算的 又买到放心的 这些 饰品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到大千点来看看 那今天我们一任小资贵妇成功 每周五晚间八点钟 请大家锁定三十七台 请问老板